在墨西哥的某一处边境线 一群从美国而来的偷渡者被舌头赶下车 男人掏出一达子米金 祈求舌头能烧他们去往最近的行政 可舌头只是轻蔑一笑 然后气冲冲地走下车 大骂他们美国佬就是欺软趴硬的嘴眼 丝毫不懂得赶 明明是自己刚刚拼命救了他们一家 可到最后还要卸磨杀驴 操起一把枪对准尼克的脑袋 此时的乔伊已经被气昏了头 从始至终他都不喜欢尼克这个人 即便是他已经逃离了美人 身上依旧带着那种高傲自私的本性 以为只要有钱 就能从别人的手里夺走任何想要的东西 也就在两人争执的时候 不远处的查理已经悄悄地握紧了腰间的手枪 随时准备将乔伊击杀 可这时却发生了一个惊天逆转 也许是因为惊吓过度 尼克竟然悲催地当众尿了裤子 在家人面前丢进了脸 见到父亲如此的窝囊 查理心中父亲的形象荡然无存 忍气吞声地将一口恶气咽了回去 乔伊则是没有为难其他人 独自一人驾车离去 直到深夜一家人才坐上大巴车赶到墨西哥城 之后找了一家旅馆住下 本想这样就可以脱离危险 没想到老女人彻底被丽莎惹毛了 他聘请了一位墨西哥的顶尖杀手 希望比尔能活剥了尼克一家 此时尼克两口子还毫不知情 留下一张纸条 责令孩子们醒来后不要外出 之后两人就马不停蹄地联系 那个名叫卡拉的街头人 而比尔也开始准备他的猎杀行动 他将尼克一家的照片交给一个男孩 希望他能帮助找到自己要找的人 在墨西哥城最可怕的就是这些小子 男孩先是将照片印刷了几十分 接着分发给自己的同伴 这些孩子遍布在墨西哥的每个角落 相信要不了一天的时间 就能发现尼克一家人的踪迹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刚醒来的查理觉得肚子有点饿 说自己要去楼下的餐厅找吃的 姐姐艾莉则是丢给他父母留给他们的纸条 警告他去可以但是不可以走远 可弟弟前脚刚走出房门 艾莉竟然背着他偷偷地走出了旅馆 接着他来到一间网吧 打算从电脑上搜索父母的真实身份 可令他乱乱没想到的是 他刚打出父母的名字 电脑上突然蹦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上面显示自己的父母竟然是儿童走私犯 这可把艾莉吓坏了 紧闭双眼想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 可他还是偷偷地将文件打印了一份 此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 消息是美国警方故意设下的陷阱 当他打印的那一刻 就已经暴露了他们的行踪 这可把负责这起案件的黑妹高兴坏了 而尼克对此毫不知情 总算通过手机联系到了卡拉 可对方却是十分的谨慎 将他们引进一处无人的巷子 可奇怪的是这里空无一人 也就在他们疑惑的时候 下水道里传来了手机铃声